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Joe 今次轻轻松松听听Joe 想和大家分享 在这边加拿大 如果你在香港已经打了一些针 而来到这里需要去咸接的话 其实要做的过程是如何呢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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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一大半年 或这一年 都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即是叫做过来 因为疫情 在我们加拿大这边 其实以刚刚那个星期五 已经两年了 即是叫做在加拿大第一宗确诊 就是两年前 所以 在这两年里 其实都有很多的朋友 无论他在香港 或是哪个地方 他们都会由他原居地那边 可能已经打了去疫苗 不论他是第一针好 或是第二针好 有很多朋友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是怎样涵折回 怎样可以让到这里 其实他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已经打了疫苗 其实呢 第一步 你就需要去 这个 BC省的一个 immunization program 你就可以打电话 或者是去 上网去register 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 首先 你就要让别人知道 你已经来到这里 因为如果 就算你在香港打了疫苗 你来这里的话 其实没有人知道你打了疫苗 所以 要进入这个体系 首先 你就要做一个registration 而registration 你也可以通过电话 去做这件事 这里也很好 这里有一个 Department 叫做service BC 它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例如 除了打疫苗 之外 它也会 例如 帮人申请MSP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服务 政府方便市民 这个就可以透过那个 有一个热线的电话 就可以首先去申请 而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会怕会不会沟通不了 其实呢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 他说的就是说英文的 但是 譬如说 你说你是说广东话 好 或者说普通话 好 国语好 你可以要求有一个translator 他就会 帮你找一个translator 所以 你就不会因为语言的障碍 而做不到这些事情 这里我觉得 那个照顾都挺周到的 会有 这个翻译员 整个过程 有一个翻译员 你就可以用你的母语去完成这件事 首先就是register了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 叫做personal health number 这个作用就在于 当你 因为 你去做registration的时候 其实要提供一些东西 你的名字 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的在BC的地址 以及你有一个通讯的方法 就是email 或者是这个 收到text message的电话号码 他就会帮你去做登记 因为 当你知道你是 eligible 就是叫做 当然 这里的 他怎么去 拥定你 已经打了两针 是不是ok呢 这样 你就需要上一个 叫做immunizationrecords.gov.bc.ca的网页 网页里面 其实就会教你 有一些很清晰的 就是叫做instruction和procedure 就是教你 教你如何去 就是叫做上载 你在你本身国家打的疫苗的一些 就是记录的记录 也就是 如果你本身 那个国家的语言 那张search 上面的语言 不是这个 英文或者法文的 你就需要去做翻译 而在一个网站里面 亦都会有一个 一个翻译的organization 的contact 你就可以去看 最终 你就是要将你 原本的版本 和你翻译了之后的版本 上载 为期大约是14天 那你就会 上载了 亦都叫做verify verify 其实也会 因为你之前就register了 所以他就会 你会收到通知 那就是说 当你查询了 你就可以了 那便会收到通知 告诉你 你第三针 就可以去打 这样的 这里其实都可以的 你可以 打回那个电话 找人去 去帮你做 电话的训练 又或者 如果你收到 当然 你是选择email 或者是 要收到帖 或者是 提到收到帖 其实这个两个 都会有一条链 让你可以上网 自己去训练 亦都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 你住哪个城市 我城市里面 他会有一些 不同的医院 有些 会在一些 叫做 注射中心 有些是一些抗疫苗 例如Shopper's Drug Mark 、London Drugs 这些地方也会有抗疫苗帮你去打针 我之前打了第三针 我这叫booster shot 我不是去大的中心 因为我头两针都是去大的中心 第三针,因为我上网看到的设计 最近和最方便我的日子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药物房 所以我很快就设计到 其实上网我会觉得是更加容易 因为上网你选择的时间 基本上你按了按针 你就会在电邮收回一个确认 如果你选择电邮,或者选择 你两个都可以的 你保障一点,你两个都可以收到 我就根据那个时间 日期去那里 我就有带我的一些身份证明文件 最主要都要带这里的BC Service Card 或者如果没有的话 就带一张有照片的照片 以及带你之前那两针的记录 BC省打的,它有一张卡给你的 而如果你是外国打的 你可能就要带你之前那些记录 我的经验其实都可以的 打第三针 第一针和第二针和第三针的分别呢 第一针和第二针就是一些大的中心 所以人手会多的 一层一层一层地去打针 接着打完之后就会有很多人在等 反而是草莓士的话 就会少人一点 第一针,第一针 第二针基本上都是那个药剂师 他当然是有打针的训练 他都会先问你很多问题 接着他也都会告诉你 今天打这针是什么 因为暂时这一边都是打 Pfizer或者是打Moderna 所以他就会问你 接着很快就帮你打完 你都要在医院里面 因为这边 其实你都要打完之后 都要坐大约三个字 看看你会不会有些反应 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只有三个字 他就之后才放你走 亦都会把你打第三针的记录 上去那个系统里面 所以变成了已经是BC的朋友 因为你打了两针 而BC因为你需要有一个 叫BC Vaccine Card 就是一个 QR Code 它就后边绿色的背景 上边就白字写着BC Vaccine Card 因为在BC省这里 需要这个你才可以去一些 比如说餐厅 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第三针打完 他已经几天之后 他就会把你的记录上载了上去 你怎样可以查到呢 亦都有另外一个网站 叫做Health Gateway healthgateway.gov.gov.bc.ca 上边就有一个叫做Proof of Vaccination 你就打回你那个 Personal Health Number 你的出生的年月日 和你那三针里面其中一针的日子 你打回上去 你一按的话 其实如果资料正确的话 就会出了刚才我所说的BC Vaccine Card 现在网页上 你也可以下载 因为BC Vaccine Card 是用于BC的 而有一个叫做Federal 其实你再按下载 你再按下载 它就有一个PDF的方法 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 那这个就不会清楚 列明你 你最近打了多少针 我查看我之前那个 其实我两三天之后再查 已经将我第三针的资料 就上载 也在Federal Federal Federal的分别是 譬如说你 去 搭飞机 或者你坐火车 或者一些 Mask Transport 你需要这个证明 刚才我所说的BC Vaccine Card 就是 withinBC省里面需要的 当然你说其他的省份 可能也有他们相类似的 他们省份的BC Card 但是针对BC来说 就是这一张 可以说是叫做疫 就是打了疫苗的通行证 所以变成了 整个程序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觉得这件事是有帮助 因为有些新的朋友来到 其实他们也不太知道 究竟 程序是怎样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什么需要 帮忙 或者有什么不明白 随时在我们的Inbox 或者我们下面的留言 我们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专业的人士 或者找到的答案 去解答大家 因为其实在 BC省 就有一个 挺好的网页 你如果查询 关于这个 有关 他的 疾病控制 例如他那些 很齐全的网页 就是 bccdc.ca 它是 Stand for BC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这个就是 类似香港卫生局的 网站 里面有很多资料 比如说 人数是多少 譬如确诊人数的一个 Dashboard 又是怎样 会有 譬如说你有COVID的 你应该怎样去处理 那么 凉凉凉凉的 information 都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再参考 OK 那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最重要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觉得我有用的影片 就和大家分享 OK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